回到第二節的大盜中環 我們繼續談談 充滿道德人而在道家思想出法的理想 社會到底是怎樣來的 剛才談到好像是教出來的 但我看回香港現在的社會 以前好像沒有隨地扔垃圾罰1500元 或是盜版的問題越罰越重 這些都是新的法例 會不會等於現在的社會多了壞人 所以才要立法呢? 其實立法在道家來說是一個很痛苦的行為 如果人是很善的就不需要立法 就算有法例也不用 那是最好的 其實我們道家標榜人 希望顯示示範作用 讓人知道世界上有真理 有很多優點 人士應該是從光明面走 因此道家是重視教 不過是從事立法的 其實現在香港的立法越來越嚴密 顯示了一件事就是 沒錯 人後可能是惡了 或者是不好了 也看到一件事就是 這個問題是值得來注視的 《道德經》說的說話就是法律之章 盜賊多有 這個說話來說是一個實際的描述 因為有什麼情況有什麼因就有什麼果 這個法令本身來講呢 就是禁它 禁它 但禁的意思來講 我們以為這樣滿足的話呢 那就大錯特錯了 禁它是用教它 教你什麼 就用其他方法 教他很多方法教 你教他很多智巧的東西 但教他智巧的東西 他又會生成更多智巧的東西 所以在教的內容來講 作為這個腦妝來講 就是教他一個智巧的東西 一方面他全面看問題 另一方面來講 要引導瑜 向一個智巧的方法去做 其實這才是重要的地方 看回道闆的例子 現在其實很多社會人士都會覺得 你罰得重 可能有即時的阻嚇性 但他們覺得長遠之計 似乎都是從基層教育 讓人覺得這個觀念 根本就是錯的 不要去做會有效一點 在道家思想 是否這樣看 完全認同 因為其實道闆這件事 不僅是一個字 就是貪 或者是欲 而老莊少人剛好就是 他就要別人 所謂清心寡慾 覺得這件事 可以排除的話 即是他不要貪念的話 道闆自然不會出現 是的 這個就是所謂 張學上講的教來講 很多時候教他就說 你要認識什麼 他不是 教他來講 是一個虎底抽身 你從你的慾望本身 一路路來講 你要知足 你要寡慾 這個來講 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 社會上很多問題來講 我們通常出現的問題 於是教他怎樣去防 怎樣去防 這個居然是重要 但最後來講就是 如果你沒有了種貪念 沒有種慾德來講 這方面就比較重要 這是最基本的 但很多時候就往為人所忽略 現在聽到 教和懲罰 教和懲罰 教和懲 分得很清楚 兩件事 但在教當中 去讚人 或者去包掌別人 會不會都是教的一種 譬如有時候 我們會做一些好事 可能會受到政府的頒獎 或者是等等加許 會不會都是教的一種方式 是 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的包掌 或者鼓勵 應該有一個適度的處理 他來講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好市民獎 我們有一個頒獎 給他 如果這個獎 是太過豐厚 或者是過度的鼓勵 會有人有作藝 所以怎樣做法 應該是處於中度的組織 最好一點 中度是怎樣做法 可能只是一張證書 或者是不涉及物獄的 是不是 是 意思就是這樣 記得我們上次講 中度是沒有一個固定的 某一種方法 因為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時機 每一個條件不同 每一個條件不同 譬如說 每一個都富有 你給錢就沒有用 可能證書很重要 但譬如說 我本身來說 就是說 例如物質方面 不是那麼豐富 可能就是各種物質重要 但這個就不是說物質一定好 證書一定是不好 證書一定是不好 證書好物質不好 現在我們這個 就是真是一個經驗 這個客人 其實那個獎勵 是要看這個獎勵 所生起的作用 是的 就是如果能夠這樣掌發的話 很多人收到這個訊息 就懂得 一些好事 不是在榜樣去學習 那個獎勵 可以豐富一點點 看就是看需要 中度只是看需要 不是一個硬性規定的東西 不過話說回頭 我們為了報長 來說 都要有一個適可而止 所謂不尚言 市民不爭 這個說話來說 它是一個實際的東西 當我們去說某件事 我們要報長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曉得 這個背後 它還有一個弊段的話 往往怎樣 就會出另一種危機出來 這個就是自知其未亂 所以報長太多 所謂作假 即是扮 其實這個情況 老莊說了 但歷史不斷重複 對 比如東漢那個時間 很多假的考止 假的考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做 那時候的選舉制度 是選舉考念方正 就不是一個特別考試 只要是鄉人 當時那個地方官去推舉 就可以做官 因此很多假的考止 變成故意 特意去守守久一點 或者假裝自己是一個方正的人 即是做多些事情出來 即是被人看 對 其實剛才你說到 如果獎方面 都要明白背後的弊處 或者效用去到哪裏 但回到懲罰這方面 我想問一下 如果要寬恕別人 其實在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那道家思想是否是呢 都是講會寬恕的 他說如果有人對我好的話 我都善待他 如果有人對我不好 我都是善待他 其實是不棄人的 當然這個寬恕來講 就不是說他做的事 我不追究 如果做事來講 我仍然要讓他知道 他什麼問題 追究來講 也都要根據情況而去定的 但最終這個問題就是 我不是因為以眼還眼 你做什麼事做壞事 於是我就要得到情報 不是 我是希望怎樣 就是你知道做壞事 你現在要承擔你的責任 當年就不是說過一個故事 說遺師就很害怕 莊子去拿他的位子 大殺他 想他捉他出來 或者可能去調他等等 但莊子見到他來講 就是他講的故事 你是不是想欺負我朋友 這個是好書 已經沒有傷害他 這個來講 一個很好的看到就是 就是你對我不好 我對你好 其實這個書道來講 反而他反而覺得慚愧 這個故事都很精彩 我們留下 下一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跟大家詳細解釋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 www.taoist.tv www.taoist.tv